长城国际线机组员今天起也可以接种AZ疫苗 但是有不少的空服员在接种之后 对于指挥中心说检疫规定造就非常的不满 有机组员表示如果打了疫苗之后还不放宽检疫天数 那似乎打或不打都没有差别 因为反台之后一样都要居检五天 如果指挥中心再不提出接种之后的检疫放宽配套 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机组员想打疫苗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正在研疫调整相关的检疫规定 AZ疫苗开放给机组员施打 让国内航空业振奋不少 因为可以降低接触感染风险 但针对指挥中心说 接种后检疫规定造就引来不少机组员不满 关久了相信健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整年下来都非常的不正常 一直被破坏 比如说约点完毕的它可以自由生活的 它其实还来不及有自己的时间 实在是被关到快动不掉 以目前空服员检疫规定来看 派飞返台后都要接受五天居家检疫 结束后再进行九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想打疫苗 也要PCR裁检阴性后才能施打 目前国际航空规定 接种后48小时内不能派飞 而我国国籍航空像是长荣 则是规定72小时内不得派飞 确定没有副作用后才能执勤 但凡台后是否可以因为打了 疫苗解除五天居家检疫呢 基组员在疫苗完成接种 在落实这个外战管理 跟机上全程防护的措施下 那我们会调整它的入境的检疫规定 打完疫苗之后 那相关的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或是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 还没有做一个相关的配套 政策更明确之后 那才可以做施打的决定 打完疫苗后能不能放宽检疫规定 似乎也关系着机组员的接种意愿 借宋香凌黄明胜台北报道